洛洛,你能不能测试一下《圆梦之星》,也就是之前的代号乐园,说说它和弹仔哪个更好玩? 手机内存不够了,只能选一个,那行吧,既然是评价能更好玩,那我肯定得自己去玩一下了。 不过我在搜索的图中却发现《圆梦之星》还没有上线,内侧的资格我也没找到。 不过我当时在网上搜集了一些别人玩过对《圆梦之星》的评价。 至于到底好不好玩,让我们看看网友们的评价。 这个人评论说三个游戏都玩过,糖豆人是最难的,弹仔玩的手感好,代号乐园,手感和奥迪给一样。 玩游戏最重要的难道不是手感吗? 不过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,给了我一种什么样的感觉,就是这样。 仔细翻阅好多点赞比较高的评论,都说的是它的手感特别不好,也不知道后续会不会优化。 不过除了手感以外,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,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抄袭。 本来我还觉得游戏类型相似不太算抄袭呢,但知道我看到,官方的图和弹仔玩家花青似做的图一模一样被盗用创意的时候,我才发现了真正的问题。 大家可以看看对比图,这些也简直一模一样,这个是肯定可以试吹抄袭了。 还有就是皮肤,为什么鸭和斑马都原模原样的搬了过去? 还有皮肤,这个不能说是抄袭了吧,但是看着表情,蛋仔有的,这里是一个也不少,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创意。 玩家怎么能买账呢?游戏玩法也和蛋仔差不多,不过没有滚动,这个感觉就没有蛋仔那么有灵魂了。 不过圆梦还在测试阶段,希望它更新出来,可以去掉抄袭的地方,不过可能去掉了抄袭的地方,这个游戏可能都没了。 如果让我选的话,我肯定会选择蛋仔派对的,因为我的粉分会和我一起玩。 那么大家,如果让你们在这两个游戏里面选,你们会选择玩哪款游戏呢?